主席,那這邊請教,因為郭董今天會從日本回台灣 那兩位有沒有計畫,或者是會有什麼時間見面 就是一個,然後另外一個軍事長請教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民眾黨公布那個KP的競選LOGO 被發現跟國外圖庫的網站圖片有點像 然後可以說有抄襲的嫌疑 而且就是KEEP PROMISE這個slogan好像語法有些問題 這個郭董的事是這樣啦,我剛才講過嘛 那個一開始就說,讓他冷靜個一兩天再講 至於我後來發現你知道,每次他一回來我就是離開台北市 然後他常常就湊不在一起,所以有機會去見他就沒問題 沒事了可以下班了 市長主席,你剛剛說你第一人是後選的嗎 那是現在郭董剛才好像在副黨,就是揪手打鬥 你看他當中選的策略 雙方一定要先把柯文哲邊緣化 然後回歸藍綠兩黨對決 這樣的話不管怎麼樣,就算這一次沒有贏 他確保這個台灣的政治版圖就兩黨繼續分章下去 這本來就是基本戰略 小心柯文哲突圍的能力很強 好,下課 好,下課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